是这个啊 好 他怎么又过来啊 都忘记 轮到我了 弟兄姐妹好 十二月是什么月 圣诞 圣诞 有没有圣诞的感受 有啊 好一点 我觉得今年的圣诞很奇怪 第一个感觉 什么都很贵 是不是 所以不想 太贵了 刚刚还在安排 上个礼拜邀请我们的一天 我们一个Christmas party 的dinner 我在头痛去哪里吃饭 立刻想到圣诞很贵 过一个节日不容易 这个节日 是我们感受耶稣的诞生 但现在圣诞来的时候 感受就是 荷包好像很重 哈哈 这不一样的感受 所以啊 我也看到在网上 有一些进来了 进来的时候 你脚上穿 脱鞋没关系 我没看到 但是你的面头 我也是看一看 今天我要讲的是 现在还是蛮 蛤的一个题目 就是以蛤的战争 还继续 而且是非常严重 死亡的人数 越来越多 以前就是 加沙地带的南部 因为加沙地带 住着大概200万的民众 他们就 就说北部 北部的赶到南部 最初的时候 知道吗 就叫那些人 就去南部了 我要打北部 所以就将 袈裟分割 北部 为什么先打北部 知道吗 北部有很多 不错的建筑物 OK 也是 哈马斯的总部的所在 所以他们先找的是北部 现在呢 连南部 所以 一直逃 逃向南逃的时候 现在 他们问 我们现在逃到哪里了 因为南部都在开始棍杂 所以 所以 为什么现在 世界都在问 世界到底想做什么 是想将这200万的人杀了 200万 不是200 所以 你叫他们去哪里 埃及 当然不想他们去 所以这个 非常困难的问题 现在人谈都很难谈 为什么呢 因为 今天 今天早上的新闻 YouPay的校长 谈了这个题目 最后下台了 知道吗 所以 你在公司里面 千万不要谈 不要跟你的同事 谈这个问题 所以 谁谈 谁死 我告诉你 谁 帮助 巴勒斯坦人的 在美国 谁就遭殃 所以呢 连 连那个校长都要下台了 就讲了一次 说 不应该这样 对待巴勒斯坦 而言 为什么 因为犹太人是美国的老板 犹太人是美国的老板 犹太人是美国的老板 所以你不能说犹太人的事情 犹太人很麻烦 所以我们想到这个问题 我就想到圣经里面 记得我上次讲到 犹太人跟巴勒斯坦人 或者说亚拉伯人 其实是兄弟 他们是兄弟 但打到现在这个情况 真的很难看 有点像中国以前打仗的时候 国共内战就是打了一堂 所以同样的 我想从圣经里面来看这个题目 我大概都怕你们 Lay off我了 我不是你们的员工 所以我不来从圣经里面讲 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 我用的题目是 手足香肠的历史循环 我先读一下圣经 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 圣经创世纪的二十五章三十节到三十四节 他怎么说 他说,以少对以少,以少对雅各说 我内奔求你把这红豆汤给我喝淹池 淹池的以少就叫以东 所以东是红的意思 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 以少说,我将要死了 这长子的名分有什么益处呢? 雅各说,你这日起对我提示 以少就对他提示,把长子的名分都卖给雅各 而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以少 以少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 这就是以少亲看他长子的名分 还有另外一个经文,我们再看 他说,以少年老,眼睛分花不能看见就叫他 大儿子以少来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 我特别用英文说 他说,I'm old and I'm dead may take any time 非常清楚,就是他自己知道他随时的死 所以之前他要做好一些事情 他说,照我所爱的,做成为每位拿来刺头 使我在为死之先给你诸徒 他的儿子以少就说,历满家,他的妈妈也听见了这话 他说,历满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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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叫,你所爱的,给他做成为每位 英文说什么呢,I will make a meal to your father's taste 按照他父亲喜欢的味道做成,是不一样的 你认为每位的,他的爸爸不一定认为这样 所以以少对雅各说,我儿来,我摸摸你 他爸爸好像觉得奇怪,这个好像是小儿子 所以想摸摸他的手,有没有很多毛 我知道你这是我的儿子 以少,以少就摸着他说 声音是雅各的声音,但是他的手就是以少的手 他说,你真是我的儿子 他问了,你真是我的儿子吗 他的孩子就骗他 他说,我是,真的是骗他 以少就辩不出来,他说给他祝福了 OK,祝福以后呢 这两兄弟的情仇就开始了 圣经怎么说呢,他说 他说,我们等一下 以少就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 将你的福分夺去 夺去了,以少说 他明雅的格起不是对政吗 因为他欺骗我两次 他从前夺了我长死的名分 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 以少因他父亲给雅各的诸仆 就怨恨雅各 心里说 为我父亲算居的日子静了 那个时候我要杀我兄弟雅各 有人把利伯家 有人把利伯家 大儿子以少的话就告诉利伯家 他就打发人去 叫他小儿子雅各来 对他说 你哥哥以少想要杀你 报仇许恨 你要听我的话起来 逃我 哈拿我哥哥拉阿那里 我祝先已知 等到你哥哥露气烧了 利伯家对以少说 我印着黑人的女子 连生命都厌烦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 今天我们要想个经文 就是这两兄弟 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 我们看看 这是历史的 我们先讲的是 有人说 历史是一部战争不断的历史 所以连杰选家 亚里斯多德也这样说 他说人类的历史 本质就是战争的历史 什么原因呢 因为战争是讲到人类交往所出现的一些问题 然后他们就记载 你有写日记的 有没有 有没有谁写日记的 有没有 没有 现在我不流行 所以现在每人不写东西 我们的字越来越难看 因为我们不写东西 我们都打东西 在我们手机在打 还有 你记载一些东西里 你记载什么 如果你要记载 我的历史 或者我的经历的时候 你不会记载 做itesupermarket 橘子 是 markers 橘子几钱 多少钱一个 一块钱一个 你不会记载 做偵 Athen 几块钱一个的橘子 因为没什么意思啊 每一天你都会记载 历史就是要记载一些很重要的 就好像打仗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呢 為什麼歷史來來繼續記載的就是打仗 因為打仗就是人與人交往的時候出問題 照相你的孩子要記載的事情 都是爸爸媽媽吵架的時候他記載的 因為他覺得重要做記載 人類歷史就這樣記載下來 所以戰爭是人類改變 或者進步的一個催化期 你相信嗎 我相信 因為不吵架的家庭很難解決真的大問題 什麼意思呢 如果有人跟你說我跟我太太或者我跟我先生從來不吵架 你聽到你會這麼想 不相信 不相信咧 不可能的 但是我相信有一次有對父母真的這樣告訴我 我相信 為什麼因為他們沒有騙的故事啊 騙我們有什麼 後來我一看 想一想 哦 難怪 因為先生 比太太大 25歲以上 爸爸對孩子 有什麼好吵架 沒問題嗎 所以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 他們根本 根本 連談話都不談 所以吵架都不願意跟人家吵架 所以這才危險 所以 不吵架 家庭更危險 為什麼 為什麼你會吵架 因為你吵架的時候 你內心很重要的事情 跟他 不相對 所以你就很 很氣 就 就 發現出來 就講出來 所以就吵起來嘛 吵起來的時候 你就聽到 原來對方是這樣想 所以 所以為什麼 吵架有時候是好事 同樣打仗 記得我一直說 美國 美國的國債到了一個地步 現在已經 已經根本已經 已經 已經瘋狂 美國有多少國債 是他的GDP的 160倍 165% 我們想 在我們這一代 怎麼還呢 當然你不是美國人 不會這樣想 但是如果你是美國人 你要還 每一個美國人 要交稅 這個交稅就要還了 還不出來 所以我一直說 美國只有一個方法 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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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都希望 我不要 不要這句話 應焉 但是 從來打仗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 但最近 最近 Donaldson又提出一個問題 他說 可以解決啊 他說什麼 他說 中東的人 不是有很多石油嗎 那個石油就是 Black Gold 黑金子 中東花了差不多 多少年了 超過一百年了 所以他們差不多 用完了 但是他們非常富有 他說 美國 我們地下 擁有的石油 比他們還多 但為什麼美國不開呢 美國開箱出來的 黑金子 可能就可以解決 天文的數字的代表 這個在行 他其實突然間 你聽過 但是他 他的理論 有的 但到底我們怎麼過我們的生活呢 所以 往往也沒有發覺 都是從戰爭 去解決一些事情 就好像我們 一個家庭 我有七兄弟姊妹 我們以前常常打架 先吵架 後來吵 吵得不能解決的時候 就 就開手了 就拔了 所以你沒有發覺 到我們是做父母的時候 你看著這孩子在吵架 你很快要解決他 不要吵了 不要吵了 解決他唄 不然的話呢 就打 就打了 所以你有沒有發覺 現在 最近有一個記者 問我們 我們的 美國的外交部 在這個記者會的時候 他指說 他跟他一直罵他 他說 你們 他其實也是美國的記者 他說你們要看到 多少人在中東死的 你們才收手 好 那個 這個舉證 是不曉得怎麼回答他 為什麼 因為 你看到人在打架的時候 一般人都在 都怎麼樣 不要打 不要打 真的脫胎 雙方不要打 不要打 那只有美國 就說 不能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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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打 你們看看 美國真的這樣說 不能停 為什麼不能停 你看看著 街上兩個狗在 在吵架裡 都想拉開他們 第一時間就拉開他們 不要打 用口搶 這是正常的思維 但為什麼說 繼續打 繼續打 不能停 好 可以不能停 現在 為什麼美國這樣 因為他們要靠打仗過火 現在 不打仗 誰買我們的武器 美國到了這樣的地步 同樣的我們看到 這兩個兄弟 打仗 不單是兩個兄弟 打仗 可能是兩個家庭 兩個國家 但你有沒有想過 有時候是我們自己 你的我 在裡面打仗 看看 一家的交往 在關係問題 我們看到 以少 以少已經年老了 他說我的眼睛看不見 不清楚 所以應該是白內障 差不多 我也做了一遍了 另外一遍不敢做 再過幾年再說 蒙了 看不清楚 你這樣看就不行 所以 戴眼鏡也沒用 所以現在是很簡單的 解決那個 做手術就可以了 但是以前他們不行 真的做了不是 好像我媽媽有糖尿病 她的眼睛後來已經完全不清楚 看不清楚 因為上到眼部的時候 已經看不清楚 所以呢 到底以少是哪一種眼睛的疾病 我不知道 但是她眼睛已經看不清楚了 所以到底 你是誰啊 是不是大孩子還是小孩子 她已經看不清楚了 最慘的是什麼呢 因為這種白內障 看不清楚的時候 有些時候 決定有問題 然後聯絡發覺 老人家 慢慢對事情會麻木 是不是 我們也經歷過啊 從年輕 中年到慢慢進入 開始要進入老年的時候 我們的反應是不一樣的 我太太最怕我開車 我說我開了幾十年 她說就是因為你越來越老了 所以我才越來越怕 為什麼呢 因為你好像分不清楚危險 我都覺得 因為我的車 新車 這裡插 那裡插 都化掉了 所以新車都不禮了 連洗都不行了 因為插完車都已經不新了 這是我的意思 但是沒有年輕的時候那麼好 所以做避避那些危險的時候 已經沒有一切那麼好 這就是對事情的麻木 慢慢麻木的說 就會怎麼樣 做陌生 甚至 越來越自我 有人說人越老 越像小孩子 像小孩子什麼 自我 小孩子越少 越小的時候 他越自我 對不對 他餓了就哭了 不理理由 誰在 他就是自我 我躺 肚子餓啊 我就喝 我就要哭啊 年紀越大的時候 會慢慢慢慢進入這種自我裡面 還有 衝突 當一個家庭 越來越有這種老化的時候 就有這種問題 開始的時候是麻木 媽媽是 大家 越來越自我 以前有人跟我說 他說 我爸爸媽媽煮飯的時候 是分開 自己煮 自己吃的 很奇怪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事情 有啊 越來越多 因為他們 年紀越大的時候 越喜歡吃 自己喜歡吃的 這好像 我開始跟我太太 開始走一間同一條路 我喜歡吃煎炸的東西 她喜歡吃 誰煮的東西 糟糕 誰煮的東西 我都很不喜歡 對不對 我不曉得 你是不是這樣 年紀越大的時候 就越喜歡吃 自己喜歡的 結果 就越走 越走 大家 大家煮的東西 來吃 一個家庭也是這樣 一個家庭也是這樣 所以呢 以三個家庭呢 也開始這樣子 所以你們有發覺 兩個孫弟 都有兩種習慣的性格 大的兒子呢 是active的 是去打獵為主的 所以呢 拿回來的那些動物呢 都是活小 他們那個時候都是燒的 但是你們有發覺 小孩子 小兒子 他喜歡的是什麼 用水煮的 他用一個湯 什麼湯 就騙了那個長子的名分 知道嗎 他用什麼 先講這個 關係 一個家庭出問題 同樣的 國家之間也出問題 一個家庭 我們身處美國 我們像美國 現在是兩黨 打到一個地步 已經不像人 人應該做的 也沒有底線 之前呢 他們攻擊 東東川的家庭 本來想將他們孩子 女兒都打下來了 後來 後來 你會發覺 停了 他們不攻擊他的孩子 直接攻擊 川普 現在 川普的派對呢 就攻擊 周拜登的家庭 還有他的兒子 對 所以這些已經 中國已經過了 以前中國會 現在好像過了一個時間以後 現在表面看來 中國好像滿團體的 現在到美國了 所以原來世界都是一樣的 來來去去 這好像歷史 循環又循環 現在人到美國 現在有這種循環 他們父子的關係 開始也出問題 出問題 還有母子也出問題 為什麼媽媽不幫大兒子 要幫小兒子 婆子的衝突出來原因 為什麼媽媽不喜歡大哥 為什麼 因為大哥娶了黑人的女子為妻 那個黑人跟他媽媽就對著幹 這婆子關係 因為婆子關係呢 媽媽就不喜歡大兒子 不喜歡小兒子 所以出現這種家庭的問題 之後兄弟之間的問題 真的我聽很多 爸爸媽媽死了以後 家產幾個孩子在爭 不要理會大 大的家庭才有 小的家庭也有 才留下一個房子 或者好幾萬塊 都爭到 兄弟姊妹之間都不再見面 都有 我都認識 所以家庭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到了一個地步 兩兄弟真的要殺 彼此向殺 你們看一看 長子名分 長子名分 長子有什麼好爭 你是先生出來的 你就是長子 有什麼好爭 我原來猶太人 有一個問題 凡是長子 他所受的 是相笨的 我不曉得 你的父母有沒有預備 預備你的產業 他預備好 長子相笨的 但是義少爭 不是很相信這個 所以他不介意自己的身份 因為吃的問題 他很想喝到 那個紅豆燙 那個Lentau Shoe 所以我很不喜歡 Lentau Shoe 但是義少爭 就是很想喝 就將長子名分賣掉 本來這個名分是不能賣的 你是先生的長子 你就是長子 但是他外面有用如何 他不看重家人的欺騙 所以有時候 兄弟之間的矛盾 或家庭的矛盾 是出自欺騙 有的時候如果外面的人欺騙你 不稀奇 但是如果面臨最親的人都欺騙你 你才活氣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兩兄弟 都是因為這個問題 結果如何 我們看看兩兄弟要自傷 常殺 為什麼 就是因為利益的問題 爸爸給了相笨的祖父 給了兒子 就出來這個問題 先講這個長子名分 你看中 為什麼 李少爭不看中 就隨便喝一個湯就賣掉 因為他覺得 這個名分 沒有什麼 profit 沒有什麼利益 給你 有什麼關係 在那個時候 他覺得沒有什麼利益 所以他就隨便賣掉 有時候我們看這事情 我們也不看中 因為不看中 所以隨便就可以理解 沒問題 所以在清朝的時候 大國民軍打到中國的時候 他不看中 香港有什麼好 很小的漁圈而已 所以就 隔樣沒給你 所以99年 99年以後想修收回來 幾乎要打起來 幾乎要打起來 最近有看新聞 因為英國是準備 5顆原子彈 對準香港跟中國 如果中國出兵去 去送回香港 5顆原子彈 就打出來 他們有這個計劃 現在公布了出來 還好 還好 沒有用 用武力去 收回香港 所以 你沒有想到 以前 一個小小的 雨圈 幾十年以後 會那麼幾錢 他們寧願 整個炸掉 都不讓你 收回來 因為它太有價值 所以有些時候 我們看 沒有什麼價值 可能一段時間以後 他非常有價值 你就非常 非常後悔 為什麼我放錢 所以 有一次 有一個人就說 我住在 波文的那個房子 以前很便宜 我賣掉 以後 他後悔到一個地步 有人跟你說過 你在唐人街 有一次 有一個老人家跟我說 我這個建築 以前我五萬塊買回來 整個建築 五成 五萬塊 現在值多少 一萬 Gene 何止 一萬億 但是 絕對不止 現在唐人街的房價 是 crazy 一層一個 have a million 五成要五個 had a million 你怎麼知道 以前五萬塊 的東西 現在值五個 eu, 五個 had a million 沒有 沒有人知道 早就賣掉了 你後悔嗎 不會 所以 以上就很後悔 他覺得他騙了他只是公平交易 明說了嗎?我給你喝這個湯 你就給我這個長子的名分了 是不是公平交易?是公平交易 你可以不喝啊 但是他喝了 但是他覺得他受騙 原生就是有很多後悔 你會不會? 我們都有很多後悔 再看下去 一個大的家庭受了破壞 所以大哥說 當我爸爸要離開世界的時候 我一定要殺我弟弟 他這個話就給他媽媽聽到了 他媽媽立刻說 快跑 我不想一天死兩個人 因為他爸爸死了以後 他丈夫死了以後 孩子要死嗎? 所以他說我不要看到一天死兩個人 所以就叫他小兒子跑 跑到哪裡? 跑到我哥哥哪裡逼? 他的哥哥要殺他 他媽媽媽的哥哥要保他 要諷刺嗎? 這就是這麼諷刺 你記得Rebecca 你為什麼會嫁到以撒這個家庭? 我覺得Rebecca也是很怪的 有人很心想她 我是反而不是太心想她 因為我覺得她好像是現在所說的女孩子的拜金主義 是嗎? 我覺得是 因為那個老仆人 回鄉下去找 找她 她的兒 這是以撒的找老婆的時候 找到她 然後她 你想想 在那個時代 沒有照片 你又嫁給一個怎麼樣的人 你都不知道 你敢嗎? 不敢 你知道我講過 我祖父 我真祖父要逼他回鄉下 台上去娶老婆 他都娶老婆 以前娶老婆 跟現在不一樣 現在有些 介紹的中介 那種叫媒體中介 媒人中介 以前不是這樣 找一些媒人婆 就說我想找老婆 嫁到美國 你現在試試 你給個照片給我看看 她有車有房 有什麼 清楚查一下 做什麼的 背景什麼 你才敢想一想 現在的中介是怎麼樣 約出來 坐在一個咖啡 對面談幾分鐘 都不來電了 就下一位 再談幾分鐘 又不來電了 又過去幾分鐘 有聽過這樣介紹的嗎 最少你跟她談過 也了解過她 但是Rebekah在那個時代 沒有照片 沒有手機 看人家 這是誰啊 有多高 Handsome 不 Handsome 都不知道 總而言之就是 普人介紹 普人介紹當然 帶她去河邊 那幾個女孩子喜歡嗎 你以為買豬嗎 看一下就買下來嗎 買雞買豬就可以了 不是買老婆 是找一個太太 就帶她去河邊說 那個好不好 我主婦就說 好啊 做那個 後來結婚以後 不是這個 是這個後面那個 真的真實啊 是我問我主婦的 我說 為什麼你跟主母不 一天到晚都不對勁 原來她一天到晚 一身後半身 想說是另外一個女人 跟她的女兒 我的主母呢 就在她旁邊 就是她不喜歡見到的人 所以人生多苦啊 她的移民在這裡 一身後半身 我覺得是非常痛的 她想見的人 見不到 她不想見的人 天天都在旁邊 這種人生有什麼味道 就這樣 一身97歲的時候就去了 一個大子家庭受到破壞 我再看下去 各自 她真的跑去投靠 她媽媽的一邊家庭 結果 就 壯大起來 所以 有時候 很奇怪 家庭分裂 反而 成長起來 雅各在別的地方成長起來 雅各在別的地方成長起來 反而 叫這個家庭興旺起來 叫這個國家興旺起來 所以同樣 在這種的鬥爭的底下 這個歷史從來沒有停 一場戰爭聽 又有另外一場戰爭就請他們 今天我們追尋的是什麼 上禮拜二我在MIU交了三班 他們很奇怪 他們要學廣東話 在美國 要學廣東話 所以他們就請我去叫三科 每一班那二十幾個人 我之後就問一個問題 因為我是叫廣東話 有關移民 因為我六代都是移民在這裡 我要叫這個移民夢 我就問他 你們有什麼目的 來讀書 來移民 有什麼目的 幾乎都 有幾個人就說 我要找美好的生活 有些很慘 他快要畢業了 他說我要賺很多很多錢 我也很佩服他 我要賺很多很多錢 但是我 我作為他們professor 沒有理由discourage他們 我說 你賺那麼多錢做什麼 我有錢才開心啊 我的人生 對不對 你們都這樣想 但你要過得很開心 不一定很有錢 很有錢的人 不一定過得很開心 對不對 對 真的 真的 有的意思 我曾經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 我跟我太太有的時候回應 我們從來沒想到 我們以前都很窮的 但有一段時間 我們去買東西 從來不看價錢 哇厲害啊 你們有去買東西 不看價錢的 一天到晚 我們去shopping 先看的時候 多少錢 對不對 你們的 我有一段時間 我不看 就看 喜歡 不喜歡 好不好 回想 那個時候 我最不喜樂 為什麼 因為我女兒不在啊 我女兒病死了 我那時候跟我太太說 我們去買喜歡的東西 女兒都不在了 留下錢做什麼 看到什麼喜歡就買 這是對自己的痛苦的補償 但後來我再回想 這個不開心 我買 差不多不開心 買回來了 那一刻 有一點點開心 但是回想 那段時間 不開心 所以你有錢買 不一定帶給你 就很開心 錢越多 可能 苦惱越多 現在很多人是很頭痛啊 為什麼 錢太多了 不是 是股票跌到一大糊塗啊 對不對 股票跌到一大糊塗的時候呢 你沒有很多錢在股票裡面 你沒有什麼 沒有 我有一點點 我有一點點 我退休的東西買了一點點 它跌了 沒什麼 好像丟了幾十塊而已啊 但是有些人 丟了幾十萬啊 你知道嗎 丟了幾十萬的錢的人 跟我丟了幾十塊的錢 你的內心是一樣嗎 不一樣的 我覺得沒什麼 有什麼 我還老了幾十塊而已嘛 但是他們不一樣 所以錢越多 為什麼 可能是越痛苦 越多問題 所以 我們問他們 你有什麼目的 你的人生是什麼 我要賺很多錢 我說 錢在你手上 很多又如何 他說 很多就很開心 我說 你去問問馬雲啊 他開不開心 可能不開心 很危險 還有 當然 他說 他知道我是做牧師 我在大學教 我說 神的祝福 才是我們人生很重要的 你追求的 或者你看中的 是神的祝福 所以 為什麼小兒子 那麼重視神的祝福 今天 透過這個家庭 這個悲劇 你看 為什麼小兒子 還是被神選中 因為他看中的是 神的祝福 今天 我也都是移民阿姆 大家都是移民 我們移民來的目的是什麼 如果只是 買幾個房子 買一些你想要的東西 這個不重要 只不過是人生裡面的一個過程而已 要來到美國 想要什麼 所以我覺得 我鼓勵的是提醒的是 我們新的移民 或者你們還在追尋 這個身份也好 追尋那個社會地位也好 這個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要看中的是 神給你 今天這個機會 來到教會裡面 聽到神的聲音 因為你要追尋的是 神的祝福 金錢 地位 在美國 是比較容易拉放的 真的比較容易 所以 我說過 我姐姐 帶著她的女兒 就是我子女 移民來美國的時候 很苦啊 因為 我的姐夫 解乎是癌症死掉 我 我講話 寡母 婆 帶去過 樂園 這是 Single mother 帶著 女兒來這裡 我問你有什麼希望 我 能過過 也不錯 我的姐姐 那個時候 又做 愜意 的 有去 後來 做了 救會的幹事 看來 沒有什麼 人生就這樣了 就過了 現在她退休了 不是說嗎 她女兒 女兒做得很難 因為她女兒知道了 沒有爸爸了 她要努力讀書 在美國就有機會 結果 她做了副領事 拍到中國 拍到巴西 最近說快要拍到台灣去了 她是under under Hillary 如果在中國 有這樣的機會 你 中國沒有這個背景 你其實是官員 不輪到你 在美國就不可以 無論你是不家庭 你努力的 最努力的機會 在這裡 好 會不會來這裡 可以做到 一次 如何 我有一次也 跟我女兒這樣說 我說 你什麼都可以做 她在美國 只有一個 一個工作你做不了 她問我 美國總統你做不了 因為美國總統 要美國出生的 才有資格做 我女兒不在美國出生 她在荷蘭出生 所以只有這個工作 你沒有機會 其他都有機會 對不對 對 真的 所以努力的弟兄姐妹 補力我們的同胞 來了美國 你要追尋什麼 美國很多機會 她不理你的出生 但是所有 都離不開 最後真的 我要追尋的 是神的祝福 我們看到 世界有很多戰爭 我與我之間 家與家之間 朋友與朋友之間 有很多的衝突 在這個衝突的時候 也提醒我們 原來人的交往上面 最重要的 不是利益 最重要的是 我們 彼此之間的愛 主 因為你愛我們 所以你願意 將祝福給我們 主 幫助我們 看中 神的給我們的祝福 也就知道 怎麼服侍 主 我們謝謝你 聽我們在裡面 這樣祷告 主 耶穌基督名求 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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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